今天最及时专题2,请委27年魔化三部曲遭火焚翻身大亨在轮性亲虫犯。 请委若行27年1998年因上综艺节目表演发生火中挣脱数失败被灼伤意外,当时他脸部身体三度灼伤,眼镜失明两个礼拜,几乎改变了他的一生,加上他因受伤无法履行工作合约,房贷交不出来,以及先前过度投资,让他瞬间负债1.8亿元。 但他出院后靠业务工作及投资理财,一年半内就还清所有负债,重获新生的他更积极参与慈善事业,并参与宗教活动,给人形象正面慈善。 之后他一度对外声称名下拥有30间房产,身价超过10亿元,还到处演讲投资新法,也曾出书谈致富心得。 不料2013年他被踢爆房地产大亨头衔是虚名,还贩售假的白龙王加持开运物,旗下传播公司更是裁员20人。几乎快倒闭,争议不断。 2016年6月地请韦英遭女造型是控诉性侵,之后陆续有不少被害人出面,导致她形象大伤,四次消失演艺圈,日后恐怕很难在有翻身之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